是了她花一百万打造出来的身材 其实这个妹子真的身材本来已经很好很好 打造出来的身材呢真的是堪称一举 真的是花了整整一百万的人民币啊 那天我到盘工室去 因为办公室没有监控嘛 我就就是把它拖下来捏了捏 就发现手感真的是蛮好的 打这个屁股 它不仅是打玻尿酸 还有自体脂肪的填充 要从大腿什么各种地方抽出来 它本来就很瘦 这真的是吃了很多苦 我今天这些视频是专门发出来气她 我花了一百块 我感觉跟你的效果差不多 我之前视频里讲过做女人就是要假 比如说我之前视频里面讲过头发就是假的 因为我这里还画了一个发际线 然后我的发片拿掉之后 这整个头发就会看上去跌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前后的对比 今天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是身上的那些假东西 这花了我一百块钱呢 首先我要展示一下完美的肩部线条 这个肩部线条绝对不是我之前打这个受肩帧打出来的 受肩帧真的很快就反弹了 而且我觉得也很贵的 没什么必要 看我这个完美的肩部线条是怎么打造的呢 这里面 这个东西一贴 就真的可以打造出一个直角尖 请看我的左右贴了个没贴的对比 夏天天气热了之后 大家都会穿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遮挡的T恤衫 你这样把它弄起来一点点的话 就是好看很多有气质很多 但也是会有一些缺点就是这玩意真的很黏 然后有点痒 就是我选的已经是一个比较不那么夸张的了 就是如果说你的肩膀是完全三角形的溜肩的话呢 你可以选更夸张的你还垫可以垫好几个啊 生生把自己垫成一个直角尖 因为现在看看我这个波涛汹涌的样子 但事实上确实我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人啊 但是因为我今天为了展示这个效果呢 我就穿了一个很紧身的运动bra 然后再戴上这个假的这个胸垫之后呢 就很婀娜 我拿掉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说特别一马平穿的妹子的话呢 对比就会更加的强烈 就大家看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重点来了 那就是我的假屁股 我是第一次穿这个玩意儿 穿上去我自己给自己震惊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视频看起来 会不会对比很强烈 反正现场我穿上之后 大家都觉得好震惊啊 真的太震惊了 天呐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垫上去以后 还有一种莫名其妙温暖的感觉 所以夏天穿的话可能会有点热 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方说骑什么共享单车啊什么 你再也发上面有冰子了 因为你穿下去之后 你还有一个天然的保护的假屁股 吐下了这堆假东西 我感觉自己瘦了五斤 好重啊 这堆东西啊 说到这个假肩膀的话呢 你可以买着肤色的是会比较 实用百搭一些 如果买黑色的话呢 你可能穿浅色T恤就会露出来啊 胸的这个垫子的话呢 就是不能特别特别的假 然后呢也不要太长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皮肤不能透气的 有很多妹子就是结婚的那天 带这个东西 然后带了一整天 然后脱下来之后就发现 有很多很多的红色的点 那就是皮肤过敏了 大家也可以穿一些很厚的胸垫啊 什么的完全都可以 也不必要有身材的焦虑啊 为了这种身材焦虑 然后搞到自己皮肤过敏也没必要 而说到这个假屁股的话呢 市面上有很多啊 经过本人的参测呢 就觉得这个这种高腰款 会比较的好一点 高腰款就不容易移位 你知道吗 总的来说呢 就是高腰款会比较保险 当然我们这外形可以假 内心还是要非常真诚啊 好嘛 好了 我是伯伯母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假的开心